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集导师 蓝寿香菇变最热网络语言 影儿和论东等明星纷纷引用 蓝寿香菇是什么梗 广西小伙失恋po视频 蓝寿想哭被阴影 起底当事人颜值报表 已未失恋已结婚 蓝寿香菇小哥火速加V开直播 网友质疑称营销炒作惯用暴露 蓝寿香菇最近几天成了最热的网络语言 又是视频 又是漫画的 引来不少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欠来为官 甚至还有人花了不少钱抢住了蓝寿香菇的商标 想想也是蛮拼的 这个词火了之后 很多明星也纷纷加入了恶搞的行列 何润东在微博里抛出了两张自己和老婆的合影 老婆正在为何润东设计发型 设计到最后竟然是个大光头 惹得何润东一脸淡淡的忧赃 她还配文称 说好的只是设计个新发型呢 夫妻间最基本的信任呢 蓝寿香菇 10月10日 影儿在微博上晒出躺在医院的照片 并表示前两天突然急性肠胃炎进了医院 蓝寿香菇 累 今天已经满血复活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大病一场的影儿还不忘调皮的玩起了网络心词 蓝寿香菇 称自己病中十分难受 网友则评论 看来病得不重 还懂潮流词汇呢 一夜之间蓝寿香菇突然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微博和朋友圈各种被刷屏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梗呢 其实几天之前 先是广西一小伙半夜在网上发视频读白称 睡不着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睡不着 一口夹状普通话 听得全国人民都睡不着了 然后各路网友纷纷发扬安慰精神 其中当属广西南宁一小哥自行录制的吉他弹唱最为热门 小哥给这段视频取名标题蓝寿香菇 就是难受想哭的音译 因为广西的状语里面的发音没有翘舌音 没有送气音 小哥在视频里把广西小伙那段原话给唱了出来 还配上了特别搞怪的歌词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蓝寿香菇在这里 第一次为一个女孩子这么香菇蓝寿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丢我一个人在这里 之后有才的网友们也踊跃加入 po出了各种翻唱版本 甚至还有女生版的模仿视频出现 蓝寿香菇的梗爆红之后 当事人的身世也被网友进行了大吉礼 这位广西小伙名字叫维勇 是广西南宁人 维勇瓜子脸双眼皮 牙齿整齐雪白 堪称颜值爆表 而且全身上下散发着阳光男神的气质 他的形象一曝光就引发了网友无数惊呼 还有人抢着要跟他交朋友 维勇原本因为这个失恋视频 而走红 网友们这几天也都在用各种方式尝试安慰他 蓝额 事实上人家根本没失恋 据悉 维勇跟初恋女友爱情长跑整整六年 今年三月份已经领了结婚证 还准备今年年底白就席呢 维勇称跟老婆感情一直很好 只是因为最近老婆去外地了 所以他才拍了那些视频缓解自己的思念之情 最初他只是把视频发到自己的工作群里 想逗同事们开心一下 结果一个不小心就这么火了 蓝寿香菇的梗活起来之后 维勇也第一时间开了微博 上面还有嘉宾认证蓝寿香菇视频当事人 开博三天之内他就只发了三条微博 10月12日那天 微勇发了一条哈哈哈哈香菇贵了两元一斤 下面评论竟然有超过一万五千条 而另外两条则是微勇挂出来的他在某直播平台上的直播预告 预告是这么写的 前两天发了个视频 不知道怎么就成了网红 打算明天开个直播和大家交流一下 让大家认识真实的我 嗯嗯 刚刚走红就开微博玩直播 于是网友们也纷纷质疑 维勇是为了向红而炒作 认为这一系列的事件根本就是营销炒作的惯用套路 有人PO出疑似炒作的证据 蓝寿香菇视频最早发于10月10日15点46 可媒体文章竟跟着在10月10日16点41就发出来了 而且最先发布文章的中国网东海资讯是网络推广软文发布首选网站之一 相关信息量排名前五位的地区 与国内网络水军分布最广的几个地区也都吻合 被网友质疑后 小哥表示很受伤 他在直播里说 有人认为我是在炒作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最开始我拍了这个视频 就是发在我们自己的工作群里 想给大家减轻一下压力的 没想到突然就火了 我自己知道后都是一脸懵逼 然后还有很多人来找我 搞得我很尴尬 小哥还说 不想让老婆觉得自己是借机炒作想红的人 维勇还在直播里真人再现了一把蓝寿香菇的梗 皱着眉头的搞怪模样 真心逗坏了不少观众 当天在线看他直播的观众竟然高达一千多万 这下估计他想不火都难了吧 综艺的爆炸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看了小哥的故事小编 我也是有点哭笑不得 管他是不是炒作呢 反正已经火了 不如就好好享受当名人的感觉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